各位好 我是路德 歡迎大家收看《軒然真相》 公園一般是大人小孩和家同仁的地方 在這個僻靜又安全的場所 卻在角落發現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絲帶 而意外的是這些絲帶經過檢驗後 還被仔細的裁切過了 手法甚至連法衣都坦為關子 然而這個案件直到至今 兇手依舊沒有落網 本次的案件發生在日本的錦枝頭公園 它的全名叫做錦枝頭N次公園 建立於1917年 位置是在三陰寺和武藏野寺的中間 距今已經有100年的歷史了 算得上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地標了 而且這個公園的狀況良好 要山有山 要水有水 樹木以及人形步道那是樣樣都有 連風景也是十分的壯麗 這樣完美的公園自然也是很多年輕人 結婚取景的完美場所 可就是一個這樣完美的形象 使得下面要說的案件讓人完全無法與這個公園進行聯想 在1994年的4月23日 一大早清潔人員就在公園內勤勤勤勤勤的打掃環境 來人 清潔隊中有位大姐很是喜歡動物 我想大家也曾看過 這區中的小貓非常可愛 瀏覽貓因為常年在外生活 也不怕人 一個躺下放出肚皮就能收穫不少的冠冠 這名清潔婦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了公園裡那些瀏覽貓的產死官 每天在忙碌之餘 還會餵養公園裡的組織 可畢竟工作還是有閒 每天的工作必須先做完才有時間再去餵養組織 但這就導致了餵貓的時間不太穩定 所以遲遲等不到罐頭的組織 就會在公園裡頭到處翻找垃圾桶 別忘了前面說過 錦枝頭公園可是一座歷史永久的公園 所以裡面自然也是貪傷淋漓 咖啡廳以及便利商店可說是應有盡有啊 所以公園裡頭的垃圾桶對組織而言 根本就是一座寶庫 再加上日本是做島國 大多數的料理都離不開於 而路人們吃剩的魚 正好就是組織心中的完美食物 所以這名清潔婦有時候連罐頭都省了 畢竟公園內的垃圾桶他們本來就要打掃的 打掃的同時順便收集魚肉來餵給組織們吃 可說是一石二鳥啊 但就在4月23日發生了一件大事 這名清潔婦因為今天工作較為繁忙 以至於完成工作的時間稍微延後 導致有些組織就不樂意了 所幸自己就翻起了垃圾桶 還有一些比較頑皮的就直接鑽進了垃圾桶內 等到清潔婦姍姍來遲之時 爺爺只能趕緊拿出準備好的魚肉招呼組織們 並把一旁的垃圾桶中的組織挖出來吃飯 可這一挖他卻在垃圾桶中看到了奇怪的東西 那是一個黑色的大塑膠袋 已經被組織咬破了一個洞 清潔婦的第一反應就是覺得裡頭應該是有食物的 要不然組織也不自己去咬破他 卓星就把整包垃圾給拎了出來 但他感覺到重量吃 立馬就察覺到了不對勁 因為垃圾桶中照理說都是人們吃剩的殘羹剩飯 怎麼可能會有一大塊完完整整的肉給丟進了垃圾桶中 再來仔細的觀察一下包裝 是一個半透明的塑膠袋 剛好組織才咬了一個洞 他透過洞口看了進去 嚇了一大跳 竟然還有一層黑色的塑膠袋 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要這樣小心翼翼的包起來呢 可就當他還在仔細端詳之時 赫蘭發現了一隻人腿 嚇著這名清潔婦連滾帶爬的趕忙爆了警 日本的警方也很快的抵達了現場 根據以往的分射案來判斷 分射案照理來說不可能只在一處會有事快 應該是零零落落的分散開來 趕緊又搜尋了整座公園 果不其然警方又在公園內發現了27塊的人類遺骸 而當這些遺骸整整齊齊的一字排開放在警方的面前時 大火都震驚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屍塊實在是太過於整齊了 每一塊都被裁切成長方體 長寬大約是20公分左右 就連高度也大約是22公分 光是屍塊透露的訊息 就足以知道在背後殺人棄屍的兇手 很不簡單 警方在仔細的思考過後 還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要把屍塊裁切成這個樣子呢 別的形狀難道不行嗎 正當大火還在疑惑之時 有名原警發現了原因 他指了指公園垃圾桶的洞口 才知道這些屍塊是按照公園垃圾桶的孔徑 去進行裁切的 這樣也表示這是一起預謀犯案 是有計劃性的 連最後氣勢的環節都想好了 接著隨著實檢報告的出爐 也證實了這份猜想 可令人疑惑的是 公園裡的屍塊並不是完整的 被害人的頭估見了 而且 兇手為了讓人無法辨認受害者的身份 還將他雙手雙腳的指紋 用刀具給切除了 那我想找不到頭的原因 也是擔心警方會用牙齒去查詢被害人的身份 另外整塊屍塊呈現發白毫無血色的樣子 究竟是什麼原因被害人的血液都被放光了呢 而且這血放得連法醫都傻眼了 因為就連毛細管中的血也是放得乾乾淨淨的 所以包裹屍塊的塑膠袋是一點的味道都沒有 只有一些水而已 綜合以上的線索 兇手很明顯的就是在拖延屍塊被發現的時間 消除指紋 藏匿人頭 放乾血液就是要讓屍塊腐爛的時間能夠越玩越好 但話又說回來了 根據以往的分屍案去做比較 大多數的兇手都是在被害人的關節處動刀 這才比較好做分解 可這次的案件卻不遵循大數據 兇手只要他們想要的形狀 再來看看這屍塊平整的程度 警方覺得兇手肯定是有借助工具的 初步懷疑是用電鋸 可後來法醫給出的作案工具卻是手具 並且從切面來看 至少有三種切面 那可以說明在分解屍體這一塊 至少有三個人在作業 也可以說是團夥作案 警方面對這一個專業的犯罪集團 簡直都快憂鬱症了 從上面的線索看來 只能知道這批人是預謀犯案 還有是多人作案的 現在就連被害人的身份都難以辯認 可就這麼一個難題 沒想到居然過了幾天 答案就自動找上門來了 時間來到了4月22日 一名婦人打電話到了警方的通報中心 說自己的丈夫不見了 經過調查 這名失蹤的男子 住得離公園還挺近的 索性死馬到火馬Eva 通失塊的DNA和失蹤男性的DNA 進行了對比後 居然發現完全吻合 有時候 運氣好真的擋都擋不住 此名被害人名咒川春晨英 是一位建築工程師 今年35歲 最後的行蹤是在4月21日的晚上 與同事在外頭喝酒應酬 一伙人喝到直至深夜的12點左右 才各回各家 而這個時間也是川春最後一次 在世上的露面 之後就再也了無音訓了 直到4月22日 川春的妻子報了警 4月23日一大早清潔婦就發現了死塊 有了被害人的資料 警方立馬開始調查 因為川春失蹤的時間很短 僅僅只有一天的時間 兇手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完成分屍、放血、裝袋、丟棄等這麼多的工作 估計不可能是一人所為 又再結合了上面專業的手法 警方不排除 這是一起專業殺手組織所犯下的案子 緊接著警方也陸續從林底間排查了一些線索 首先是川春失蹤的當晚 有人看到有兩名年輕人 正在與一人發生肢體衝突 而發生衝突的難性 長得就跟川春簡直是一模一樣 第二 4月22日的早上凌晨 公園附近有人聽到類似汽車擊殺以及碰撞的聲音 好像是發生了什麼插撞 可這兩條線索完全沒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原因非常簡單 首先警方沒有辦法找到那位很像川春的男性 第二根據附近警局的車禍記錄 4月22日當天 公園附近並沒有車禍的報案 這下線索又全沒了 雖然氣餒 但還可以調查一下川春的相關背景 畢竟這起案件可算是有預謀的 倘若川春與什麼人接抽 或是欠款 說不定就能從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可沒想到調查出來的結果也是令人失望 川春的家庭生活美滿 夫妻兩人育有一子 案發當時川春妻子的肚中還有一個孩子 已經有三個月大了 另外川春在工作方面也是勤勤恨恨的 屬於那種老好人類型 誰也不得罪 那川春為什麼會遭遇這種不明不白的殺害呢 警方千千後後排查了將近300個人 居然沒有發現川春與他們任何一個人有發生過矛盾 案子查到了這邊可說是已經無計可思了 警方都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才好 但各位觀眾一定也發現了奇怪的地方 就是這個案子給人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讓人完全無法從中抽屍剝繭 隨後更糟糕的情況發生了 日本接連出現了重大的案子 例如我們先前講過的飛機失事 還有震驚全球油的東京地鐵砂林毒氣事件 使得當時的警方完全沒有時間在顧及這個案子 也讓這個案子偵破的曙光完全破滅了 一轉眼15年過去了 時間來到了2009年的4月23日 警字頭的案件也要到了法律的追溯器了 雖然這15年間警方一直沒有放棄調查 前前後後也投入了大約37000名的警力 約談了將近上千人 可就連一個嫌疑人也沒有 就連兇手的動機至今也是不明 最後警方的負責人也在追溯器失效的那一刻 向社會大眾公開的道歉聲明 接著6年又過去了 2015年的3月 日本一間媒體收到了一個關鍵電話 電話那頭的人不願意公開姓名 那我姑且就稱他為X先生吧 他致電給媒體的原因是他要爆料 因為他知道當年警字頭分屍案的真相 經過媒體的初步篩查過後 覺得X先生的說法可信度是很高的 畢竟此案已經過了追溯期 再來X先生所說的言論 是沒有任何的證據可以支持的 也就是他的一人所言 經過了以上的判斷 媒體也在2015年的3月19日 將X先生的言論給公佈了出來 雖然沒有引起社會太大的反應 但我想至少也給受害者家屬一個交代了 在報導中 X先生是這樣說的 1994年那時 他是在警字頭公園附近擺攤的山販 在當時攤販的管理沒有這麼嚴格 只要簡單的一張防波 幾個玩具就足以開張做點小生意 原本好好的日子也就這麼過著 沒想到擺著擺著 居然來了一伙外國人 原本大家是喝水不犯金水的 可那伙外國人卻不講規矩 把大家的生意都給攪黃了 而X先生本身的脾氣也很臭 經常與那批外國人發生了衝突 最後X先生甚至還請來的日本黑道 想要趕走人家 卻沒想到就這麼成功了 可經過了這件事情之後 X先生總感覺被那群外國人給跟蹤了 本來他也沒在意的 可後來在他的明察暗訪之下 發現了那群外國人的來歷可不一般 似乎是某國的間諜 待在井字透公園也只是為了方便收集情報 而自己的所作所為正好破壞了他們的計劃 這才發現自己的小命不薄 原本X先生就在公園附近住了一個倉庫 好用來存放貨物 自己也順便住在了裡頭 可倉庫哪有什麼安全性 所幸趕緊躲進了東京的高級商務酒店中 這種地方比他原本的倉庫好像不知道千百倍了 之後又過了一段時間 X先生就在新聞上看見了井字透公園的分屍新聞 當他看到被害人的照片時 他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為他與被害人穿穿成衣 長得簡直是一模一樣 又結合了以上種種的線索 X先生這才回過神來 覺得一定是那批外國間諜把穿穿成衣認成了自己 這才亮起了這場悲劇 可在當時 X先生也不敢出聲 只好繼續裝個死人 以免被人發現 直到案發後的21年 這才敢把真相給說了出來 以上就是媒體所曝光的內容了 那各位觀眾怎麼看呢 我個人的看法還是挺相信X先生的 畢竟他又不爭名圖利的 最後也是給被害者家鎖一個得知真相的管道 好的 那本期的節目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節目請大家給我一個讚 每週五的晚上九點我們繼續談 我是羅德 各位晚安 拜拜 拜拜